在这里回望历史 7月2日至8日和您一起启程 他们是最早歌唱雷锋的人 现在雷锋还可以这样唱 学雷锋事实上 是习惯 我仅仅是正在飞行一线上的飞行员们的一个缩影 文化试点本期封面故事 永不落幕的雷锋 雷锋是全国人民都熟悉敬仰的模范 对他的纪念活动年年举行 至少有上千本书记录着他的故事 这个普普通通的士兵 以他朴实的形象影响着整个中国 这首当初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 历经五十年被几代人传唱 经久不衰 是谁创作了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 又是谁第一次将它畅想 时隔半个世纪 当年的创作者们如今都是什么模样 那份曾经照亮内心的光芒 是否依然闪耀 学习雷锋好榜样 祝你和你同意啊 海中村与朱黄城 吉堂坚定周知详 吉堂坚定周知详 学习雷锋好榜样 梦中心的教导几心上 紧紧握住手中将 努力写起天天向上 努力写起天天向上 好 谢谢各位老艺术家 包括贾丁老师 又让我们今天文化试点的舞台 回响了这么激情的声音 我要特别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四位老艺术家 他们来自战友文工团 是五十年前最早唱起 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四位团员 欢迎你们 谢谢你们 还有贾丁老师 这首歌的歌词就出自贾丁老师的父亲的笔下 对 所以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起在文化试点的一个舞台 就要走进这样的一位士兵 他从来都没有上过战场 却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士兵 可能很多人都记得他的故事 也知道他的精神 不同的时代我们都在学习着他 到底学习雷锋的活动当中给我们沉淀下了什么 又给我们种下了什么呢 今天文化试点的舞台 一起来分享感悟 请落座 说起这个学习雷锋 学习雷锋好榜样 这首歌 的确 先唱歌吧 这首歌是我们首唱的 我们 这首歌的是北京军区战友舞弓团 歌舞团 和声队首唱的 他的词作者就是甲丁同志的父亲 洪源同志 他的曲作者是声貌同志 是吧 我们是当年首唱这首歌的这些人 我们都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韩荣石 我今年八十岁 是吧 我叫谢光灿 今年七十九岁 我叫顾锦 我今年七十五岁 我叫王克正 今年七十五岁 韩传讲 五十年前你们手上这首歌 刚才又在文化试点重新唱了一次 什么心情啊 我跟你讲啊 我来讲讲就是当时我们唱这首歌的情况 当时这首歌的唱这首歌手上的情况是这样的 毛主席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提词以后 并且提出来了你们要阻止创作一批文艺作品 然后当天的下午到天安门广场去做广场演出去宣传这件事情 这个任务下达到我们文工团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只有四个小时时间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创作人员结合这个任务以后 就包括贾宁的父亲 洪源同志 声望同志 赶快就来创作写 其中就有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 这首曲子 歌词就四段 每段就四句 他的曲子又好唱 朗朗上口 一学就会 会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 我们整个这一批节目 文艺节目还能出来来 然后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 去进行广场演出 到了广场以后 当我们合唱队 唱到了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时候 因为他好学好记 我们唱了两段 群众也就能够跟着我们哼歌 两个小时创作 两个小时排练的一首歌 传唱了五十年到今天 我们依然唱的时候心情澎湃 过两天以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要要求我们到电台去交叉 录下了这首歌 然后第二天全国播送 在座的学生们多幸福啊 五十年前最早教这首歌的所有的团员都在现场 又重新教了一遍我们 掌声谢谢各位老师 过了两天以后 再一次到电台去进行录音 然后出了唱片 我们和尚队演唱的 杨文涛同志首分间伴奏的 唐江同志指挥的 这记得多清楚 你看现在 五十年过去了 我们的作曲家声报同志走了 我们的指挥唐江同志走了 我们的和尚队演员 其中有不少同志都已经走了 但是有一样 雷锋精神没走 这个精神不能走 要永远地传播下去 说得真好 时光可以带走很多东西 但就是带走不了雷锋精神 所带给我们每一代人的那种符号和诠释 小林老师 你的父亲是写这首歌的词作者 他第一次给你唱写这首歌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或者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应该是在唱台上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岁 才三岁 还不太懂事 但是我可以清楚地记得 雷锋这个名字 那时候就是说 我每年的到3月5号这一天 我都能找到很好的一种自我感觉 因为到这个时候 学校从我们家接唱片 那时候在幼儿园 幼儿园也接唱片 所以说我认识雷锋 实际上在唱片 从唱片上认识的 我很小 我父亲让我背诗 他让我真的让我背的第一首诗 不是我们现在孩子学的古诗 不是唐诗诵词 是让我背的是雷锋之歌 贺静之写的那首朗诵诗 所以雷锋的这个 应该说这个名字 他对我的成长影响巨大 因为我现在的专业 也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学习背雷锋的诗歌 然后开始学写诗歌 然后到现在 目前从事这个专业 是这么一步一步来的 这首歌和这首歌词 其实真的会影响人家的人成长 就是从你的这样的爱好的最源头 原来找到是这首诗的原因 对对对 实际 对我相信可能对于好多老艺术家 包括对于很多唱了这首歌 而且也深刻地把一个歌词 接到心里的人们来说 雷锋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 他所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四位老艺术家 能不能说说你们那时候 在学雷锋的过程当中 或者学唱这首歌的时候 雷锋是有什么样的形象 五十年之后 今天和同学们在一起 再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心里还是非常激动的 当时唱歌的那个情景 在天安门广场演出的情景 好像就历历在目 雷锋这个形象 虽然过去了五十年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永远不会走的 雷锋做的每一件事 每一点每一滴 在我们的心里 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社会需要雷锋 我们的国家需要雷锋 首先呢我们 也是一个军人 雷锋他是解放军的一个光辉的榜样 就这个时候好像学雷锋变成了一个党员的标准了 对 是吧 一个党员的标准 嗯 这个 这种精神吧 我觉得就是 虽然是五十年过去了 但在我一生 这已经成为一种 就是要为他人多想 到这把年纪了 到这把年纪了 虽然是有很平凡的人 很普通的人 但是呢我一直这样做 谢谢郭老师 郭老师 我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这个桌嘴笨塞啊 这这个嘴比较笨 这一辈子是永远学习雷锋 唱的比说的好 对 看来雷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他的意义都不一样 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影响都不一样 但接下来呢我要请出一位大家的朋友 他是在今天我们这个舞台上 唯一见过雷锋的人 从那之后 学雷锋 唱雷锋 做雷锋 就成为他一生当中最主要的内容了 下面我们要掌声有请 拿着快板走上舞台的他 曲艺家朱光斗老师 朱光斗 曲艺作家 五十多年前 他根据雷锋世纪创作的快板 雷锋苦难的童年 作为首部反映雷锋的文艺作品 在当年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63年3月5号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给雷锋提词后 朱光斗把鼠来宝 徐雷锋搬上了舞台 迅速被全国各大报刊电台刊载播放 其中的选段还被选入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 从那以后 学雷锋 写雷锋 唱雷锋 做雷锋 成了朱光斗一生的重要内容 如今年于八旬的他 也是演唱雷锋时间最长的人 这位来自雷锋生前所在军区 比雷锋年长几岁的战友 对雷锋有着怎样的认识 五十多年过去了 今天的朱光斗又是如何看待 这位影响他一生的人物呢 1963年 伟大领袖毛泽东 发出了号召学雷锋 学雷锋 看雷锋 伟大的战士 红色的兵 雷锋同志经常讲 干革命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 我是普通一个兵 要做革命的螺丝钉 雷锋是解放军的战斗员 本职工作是驾驶员 火车上他是列车乘务员 到了车站他是旅客服务员 到学校他是校外辅导员 回联队他是党的宣传员 积极帮助吹市员 努力协助伟生员 他过去是个好团员 后来是个好党员 他是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让我们学习雷锋涌向前 一辈子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这三言两语就让我们把所有的雷锋的故事都听了一遍了 那首《学雷锋》您唱了多长时间了 学雷锋学了五十年了 我这个唱雷锋唱了半个世纪 雷锋活着的时候 我就编出个快板唱雷锋 您第一次见雷锋是什么时候啊 第一次是1960年在我们军区的叫八一巨堂 或者叫八一礼堂 听雷锋的义苦报告 义苦思田 他是在做这个义苦思田的宣传员 您当时呢是在做什么呀 我当时在文文盘工作 在台下作为听众 在听众 听完以后我当时就编了一段快板 怎么说 打如板响连声快板献给工程兵 毛主席的好战士 他的名字叫雷锋 雷锋活着的时候就被人们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而且我们军区那个前进报啊 就在雷锋活着的时候就刊登雷锋日记 那您见到他的时候 你们有过什么样的交往吗 他是什么样子的 给我们描述一下 我第一次见他就是听他的报告 第二次见他 我们军区召开共情团员代表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俩见了面 我一看我老远我先过去 我说雷锋同志你好 我说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我去到你们部队去深入生活 好好谢谢你 他说欢迎首长去 去你不要写我 我们那个很多同志都做得比我好 这次呢 这次呢大概 因为他是在会议的休息期间 谈了有那么个三到五分钟的时间嘛 聊聊天 这1962年2月份 后来呢 也就在这一年里 他是8月15号 1962年8月15号 就是他一个乔安山 他们两个开一台车 是雷锋指挥着倒车 在倒车的时候 碰到一个晾衣服的杆 一下倒正好砸的雷锋太阳穴 结果没醒过来 因为我们在座的 没有人见过真实的雷锋 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让您给我描述一下 到底雷锋是什么样的 雷锋啊 个子不高 只有一米五四的个 后来我编在块板里头 结果说你个子小 体重轻 怎么能够去当兵啊 雷锋说为啥我的个子小 旧社会我天天 天天我都吃不饱 党的补育 整十年 幸福生活填上钱 现如今我长大 一定要听党的话 最后坚决报名复兵 这么多 我听出来了 为什么雷锋不离口 是因为跟雷锋有深深的感情 对对对 所以我看到了一些资料 说您每一次到这个战事的群体当中 去给他们演出 您就不怕苦 不怕累 就是什么时候让您去 您都去 最南到西沙 最北到墨河 对对对 就这样一直唱雷锋 唱了四十多年 您每一次唱 都会您和您最初的时候的心境一样吗 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吗 怎么说呢 就是雷锋这个形象始终在我心中 这是一回事 另外呢 你只要唱雷锋 大伙都爱听 有什么反应呢 你听我跟你讲 是到我们海城 沈阳那南边是海城 他们有个叫学雷锋 典型汇报会 结果呢 刚要到我唱的时候 停电了 停电了 那怎么办 那时候我经常停电 停了电了 我说没关系 这个 我说我往台口 站着近一点 只要大家不愿意 我最后就能大家好好唱 咱们不用扩音器 不用扩音器 不用什么 也没灯啊 我说下边我给大家唱雷锋 希望大家好好听 只要你心里响雷锋 你就心里闪亮一闪灯 摩黑唱雷锋 也是很有力量的 大伙热鼓掌 结果最后啊 我愣把这个雷锋唱下来了 一句我速度放慢了 一句句 哎呀 大伙听得很清楚 结果听完了以后 掌声非常热烈 哎呀 现在我们也是 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周光德老师 这么多年来 始终如意地 把雷锋的故事 讲给我们听 接下来呢 我要请到一位 对雷锋也相当熟悉的人 他呢 是这本叫做雷锋的书的编著者 掌声有请 施永刚 施永刚 凤凰周刊主编作家 在雷锋世事 五十周年时期 他策划 并推出了一本 叫雷锋的全新图书 书中展示了 雷锋的照片三百余张 其中近二百张照片 显微人知 视角独特 他的创作团队希望可以用一些时尚元素 来拉近青年人和雷锋的距离 让榜样的力量得到更大的彰显 这本书打破了人们惯有思维中传统的雷锋形象 雷锋的头像也称为众多年轻人服饰上的波浦艺术 是什么促使施永刚创作出这样一本书 书中塑造的雷锋形象 是为了迎合读者 还是为了填补我们对雷锋认识的空白 通过创作过程中的近距离观察 对于雷锋 施永刚又有怎样不同的理解呢 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看 如果大家想了解雷锋 和当下的雷锋精神 应该好好看看这本书 它里头不光有雷锋 还有还记录着我们曾经有过的那段燃情岁月 永刚当时你出这本书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啊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想为80后90后 以及我们的00后 出版一本 让他们认为雷锋 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一本书 找到一本有依据的雷锋的传记 并且我们希望我们这本书 能有十年到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的时间长度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在我们写这本书之前 在我们中国就要出了 1400多本雷锋的书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想 因为我是70年代开始接触雷锋的 我们是从课本上读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 我们一定要为我们这点人写一本 首先让大家知道 今天跟雷锋的关系的书 而且我觉得今天 我们这个组合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大家都分别代表了不同时代 真的 每个年代学雷锋啊 我在我印象当中 他有一个特异的一个学习点 那个年代就是六七十年代是什么呀 你像六十年代那时候我们学的 特别注重他就是他终于革命 终于党之外的艰苦 朴素 特别强调的艰苦朴素 可是我们到了七十年代 就更多的强调他的艾增分明 对 是吧 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艾增分明功于党 艾增分明不忘本 就是说呢 他的 就是说 他的整个啊 他螺丝钉精神什么的 他也都在学 但是有时候 他有个强化的 他有他的强调的 关键词 他有他的时代的 从那雷锋就像一块钻石一样 每一个十年都有一个泡面 斩下光 对 他的这个 他的 他随着整个的那时候的社会 需要大众需求 他等等 你看六十年代艰苦奋斗 七十年代艾增分明 然后是我们刚八十年代呢 你们那时候的关键词是什么 那时候是罗斯丁精神 但 还有为人民服务 诸人为乐 诸人为乐 对 但是他 对 但是他永远不变的 就是说 他甭管哪个年代 他永远不变的 就是他的诸人为乐 他是这样 就是说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 他的可贵 就是 他把人活着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意义 他用这么一个 最简单的方式 给他诠释出来了 而且他用他的行为 给他做到了 实际上 我觉得他的可贵 就在于他的平凡 就这么平平凡凡的 一件件的 为别人 让别人能够快乐地活着的 这么一些平平凡凡的 行事当中 堆起来他的一生 因为你看 他没有 你在他的雷锋的事迹当中 你感受不到他的撞 为什么老百姓 就是对这个名字 这么能够这么亲切 而且他能够 这么深地扎根在大家的心中 就是在于 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能做 就看看我们 是不是能够用我们的举手之劳 去为别人家服务 去给人家带来快乐和幸福 就是这样 对对对 就像我当重新看到 这张报纸的时候 当看到这个雷锋的形象的时候 我心突然就觉得 它是有温度的 虽然它是黑白照片 但它有温度 温度 都在笑 他特别喜欢笑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就是人格魅力 对 他也很爱美 雷锋也很爱美 怎么爱美呢 他过天安门 给人家借辆摩托车 照张相 就那张照片 对 刚才我说的那张照片 他这也是一种交往 做了国家的主人 他是一种交往 而且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对对对 郭老师 他跟您有同样的爱好 郭老师喜欢那个说开把 还喜欢拉手风琴 听说唱歌唱得还挺好的 其实雷锋呢 是50年代的 最时尚的一个年轻人 他一共有三百多张照片 然后呢 其实他在那个参军前啊 有很多到此一游的纪念照 照得特别好 然后比如说 在长江大桥下面照了一张照片 天安门广场 然后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照片 然后提了篮子的 然后呢 后来又借了一辆那个 这篮子吧 对对对 这个篮子现在 篮子上还有个葡萄 这个篮子在今天来讲呢 特别环保 特别时尚 某一个著名的品牌 已经打电话把这一张照片拿走了 他们想复制这么一个 对 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呢 其实有很多时尚的东西出来 当然是雷锋的啦 比如雷锋帽 有一双雷锋鞋 限量版的 很多老外来到中国都会问我 说呀你们这个人物是谁呀 为什么会把他缝在衣服上 就在帽子上 还把他的话写在背包上呢 我就会给他讲雷锋的故事 然后他就会变成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途径 雷锋已经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软实力的一个象征了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你看啊 我们走到就是这个窗口行业啊 你要像去什么南锣鼓巷啊 这些窗口行业 包括到什么七九八啊 这些外国人去的比较多的地方 往往雷锋的这种巷 特别的多 特别受欢迎 完了以后呢 他就是很多的外国人就是说 他对这个形象 就是他在这个国家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感 因为他每天见到的这些面孔 跟我们见到的外国人一样 他觉得大家长得都一样 唯独这个形象是印在这上的了 而且这是个 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国士兵 回去以后他就告诉人家 这是中国人 所有的中国人都崇尚的一个英雄 这是中国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士兵 他我觉得他传达的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讯息 就是中国人 就是通过雷锋的一个形象 传达的一个中国人对美好的一种向往 和一种认同 一种崇尚 就是大家一看到雷锋这个形象 他就感觉到这一个民族都崇尚美好 都愿意助人为乐 于是他就说 这一个民族的人都是这么爱这样美好的事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学习他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提起雷锋的时候 依然有那么多话想表达 就是刚才我们所总结的雷锋 他是一个道德的标杆 他是一个榜样 在今天当下的中国 我们的年轻人又是怎么学雷锋的呢 他们有自己特殊的表达 我们掌声欢迎当代年轻人特殊表达学习雷锋的方式 欢迎我们的西游乐队 我们在节目现场也请到了很多雷锋一样的人 所以要雷锋同志又来了 雷锋同志又来 车标都是英勇雷锋偶像的 他是我所认识的最美的女机长 大家好 你的生命都托付给这位机长的时候 你说他有多么伟大 崇拜假货 对 你不这就学雷锋了吗 在这里 违望历史 拍电影要上队的几祖先 下不误后代 跟雷锋也瞬间很透的事 在这里 收获获实 我应该感谢大家 小数民族的文艺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业 所有一个平台 既能容大 所有也可以容大 是为了明天从这里启程 再到外面去实际 我们也在看世界 文化事业 7月2日至8日 和您一起启程 保住喜好招学雷锋 吹变了全球四春风 主席的彼此沈金光 英雄的名字传四方 到处传到处唱 学习雷锋好榜样 雷锋的自觉性真强 因的精神大发扬 如今这社会 如今这社会 工作人真做得好 痒痒都拿第一 那是 带头献血发出倡议 共有朋友跟上去 献出的干气 包占了全市的三分之一 好家伙 有人说老郭 你献血上瘾 老郭说不对 我是学雷锋上瘾 如今就差一个火种点燃千万亿 因为人人心中都有善意 如今就差一个火种点燃千万亿 因为人人心中都有善意 学雷锋不雷啊 学雷锋不疯啊 我们要助人为乐 道福千万个 学雷锋不雷啊 学雷锋不疯啊 我们要助活雷锋 一直不能动 我就是觉得听完之后 耳目一新 学雷锋不雷 学雷锋不疯 这两句我都会唱了 那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们是 对 我是主唱周飞 是不是 这是我的乐队西游乐队 为什么会想到写这首歌啊 因为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但是我看里面好像融合了特别多 比如说二胡是传统的一件乐趣 包括我觉得有点捧跟豆跟的 有点戏曲的感觉 对我们乐队做音乐的时候 就是有这么一个风格 就是相声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捧跟 给我凉活的 但是主要就是我来唱一些传统的段子 那么这回这个作品也是 就是想把这个有一个互动的感觉 而且年轻人也能接受 你听到过什么评价吗 我听到的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演过 然后看到的那些微博评论呀 都是都觉得不错 很有心 很有心意 刚才贾定老师说的那种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方式很那个很特殊 嗯 那我问现场的观众 喜欢他们的这种表演吗 喜欢 希望 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种传统的精神 用他们的方式 继续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和演绎吗 嗯 那这是给你的责任了 谢谢 谢谢各位主唱 谢谢 谢谢 听完了西游乐队的歌 包括采访完了主唱 我突然间在想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雷锋的故事 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 雷锋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请到了很多雷锋一样的人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012年是雷锋世事50周年 经历了半个世纪 人们对雷锋精神的不断解读和丰富 使雷锋的形象逐渐清晰丰满 那个曾经被高高竖起的榜样 与我们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今天 纪念雷锋 学习雷锋 已经不仅仅在3月5号 这个特殊的日子 而成为我们生活中 无时无刻不在的行动 这一年来 我们身边涌现出一大批 无私奉献的道德模范 最美司机吴斌 最美妈妈吴菊平 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她们是活在我们身边的平凡人 她们用最朴素的行动 实践着雷锋精神 今天来的所有的观众 都是我们学习雷锋的榜样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北京交通大学青年志愿团 私园爱心小分队 你们在哪 几下时候看一下 看到了这些年轻的微笑的面孔 来 你们的队长是谁 那个我叫文嘉欣 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 青年志愿者服务团的一个成员 然后 你们每天都在做什么样的事 给我们介绍一下行吗 比如无常谢雪 一无支教 尊老爱幼 福参助评等等方面 你们这个爱心团队有多少人 现在 我们青年志愿者服务团是有三百多人 然后全校大概是有一千多个成员 一千多个成员 大家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志愿精神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就是为了传播这样一种志愿精神 其实和学习雷锋的那种精神 是一脉相承的 刚才我们听到了有助餐 然后有助学 我还听到了支教 这是怎么回事 支教的话很多 我们的对象基本上都是那些打工子弟的学生 因为他们说实话 条件有限 没法正常的上学 或者说学校的条件非常非常的差 然后我们就会每周去组织人 然后在学校里面招募志愿者 去给他们支教 给他们上课 给他们辅导 陪他们一起玩 一起开心 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这些爱心团员们 你们在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辛苦啊 推荐一位女生吧 就比如说我参加过一个临终关怀的活动 然后就是我们每隔两周都会到长门医院临终关怀病区 然后陪那里的老人一起聊天 就是我们在互动过程中 就能够感觉到他们就是那种温暖的笑脸 然后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觉得内心特别的满足 其实我们做得很小 我们只是陪他们聊天 但是就能够给他们带去温暖 谢谢你们 谢谢 其实众人为乐最大的快乐就是 不仅能快乐了自己 收获了自己 同时还能愉悦了别人 那这是我们的爱心团队 我再介绍另外一个团队给大家认识 他们是首都学雷锋爱民车队 那他们呢车标都是英勇雷锋头像的 他们的队长叫宋小宝 小宝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雷锋介绍一下你们的车队 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们这个车队成立于是 10年的正确来说应该是4月份 成立到现在呢 有差不多两年了吧 队员从几人到现在的30人 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 能够别人得到快乐 说一声谢谢 这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跟我们说说你们都做什么 我们主要是助老扶残 再具体点 就是下车区帮助那些社区的残疾人 比如说夏天了 开着车带他们出去玩 跟他们处成一家人的感觉了吗 我们一去他们特别高兴 尤其有一家三口都是残疾人 祖孙三代 爷爷 儿子 孙子 都是残疾人 我们一去他们特别高兴 就说雷锋同志又来了 雷锋同志又来了 你们有个统称 都叫雷锋 我们一去都关门叫 新时代的雷锋 喜欢这称呼吗 喜欢 非常喜欢 我觉得为他们做事 我们心里非常高兴 这种奉献出去了 能够得到这个 也算一个回报吧 我觉得这比这种 在这个 这种叫物质上的那什么东西 有好的很多 这种一个赞扬 那你们的这个团员 今天来了谁啊 这车队里面 这是我们曹宝石队长 你好 曹队长 这是我们队员 石鹏飞 你好 石队员 那我们把这话筒给队长 让队长说两句 我们这个队员里边 有一个叫石永热 这个朱光宝石 你们也认识他 就是义务搭乘 就是做这个 义务服务这一块 就是做了酒 五年了 也是在免费的 就是在路人 比如就是搭个便车 就看到路上 有谁需要帮助 他就主动送别人到物质地 但是他的车 那不是这个出租车 他就是私家车 但是他能 就是义务能为 这个社会能服务九年 确实也是挺 挺好的 这么一队员 这要不是因为 发自内心的这种善意 还有这种道德的规范 可能很多人都很难想象 坚持这么多年 去帮助别人是一种什么动力 有一个女孩 特别令我感动 我曾经对她做过一个专门的采访 她叫莉莉 她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 我们可能觉得捐献一次 造血干细胞 就是一件事非常难的事 但是她在她即将要宝宝之前 又捐献了一次 莉莉 跟大家讲个招呼 你现在平平回想 自己当时做那个决定 支撑你去第二次捐献的是什么动力呢 其实很简单 当时一个很直观的感觉 就是不能让这个生命轻易的消失 其实之前很多媒体的朋友采访我说 当时你是不是经历了很大的思想斗争 我说我真的没有经历很大的思想斗争 因为我是第一天晚上五点知道的 然后当天晚上订了机票 第二天下午三点飞到的上海 我说当时就是觉得 自己的这些小的一些困难 和一个生命相比 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其实很简单很简单 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驱动 现在你帮助的那个生命 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大家 对 非常不幸 到最后它还是并发症离开了大家 但是做这一切我不后悔 我现在想起来 如果即使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 上天再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依然还会去做 谢谢莉莉 当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很难发生特定的惊天动地的事 更多的都是我们普通的生活 我们的日常点滴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个爱港经验的代表 她是我们北京现在唯一的女机长 王征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国航飞行总队九大队的一名代表机长 我们都知道 这开飞机是不能够出差错的 但是我觉得要做到这么多年 始终如一日的 没有差错是件特别难的事 对 这个工作对我们要求非常高 能高到什么程度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行吗 好多人都不理解 开飞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就像一根鞋永远绷在那里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飞行安全 所以安全责任的这种压力压在肩上是非常重的 今天我们讲雷锋精神 我想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是想到无私奉献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飞行员们来说 我把雷锋精神定义在爱港经验上面 大家今天看到我坐在这里 其实我仅仅是广大兢兢业业奋战在飞行一线上的飞行员们的一个缩影 我并没有像前辈们那样取得什么突出的成绩 或者是也没做出杰出贡献 但是我跟广大的飞行员们一起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用我们的双手争取为更多的旅客 创造安全舒适愉悦的空中体验 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想问一下你飞什么机种 我现在飞的是空客320系列 主要在飞321 这有什么难度吗 太了不得了 我就跟你说一个吧 他飞的机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飞的 他的技术含量 他的这个操作水平 他驾驶水平都要非常高的 想想跟这么柔美的王征怎么联系在一起呢 所有的人在那一时刻把你的生命都托付给这位机长的时候 你说他有多么美大 所以刚才我们选择了这个学雷锋的四个 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爱心团队也好 爱心个人也好 或者爱港敬业的代表也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觉得学习雷锋就是一种习惯 一种下意识 每个人都没说在我做好事之前 我得想着我在学雷锋啊 我是雷锋啊 没有人是这种感觉 都是一种下意识 所以咱们再讨论一下 就是当代到底雷锋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小林老师你听完了他们的故事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如果说到雷锋精神 这个我们就要不得不说美德 提到美德这两个字 但是一上升到德的这个高度的话 我觉得它就跟文化密不可分了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 它的真正的意义说的 哎呀说雷锋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产 留下了一些日记 留下了一些照片 留下了一座纪念馆 还有一些艺术家为他留下了一些艺术作品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启示 勇刚因为你是一直在做文化传播的工作 在出杂志出书 你怎么来认知这个雷锋的文化力量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在说到做好事的时候 有一种快乐 特别感染人 我个人觉得就是学雷锋啊 做好事是一种快乐 学雷锋呢做好事是一种时尚 学雷锋也是一件很酷的事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雷锋这种文化 能不能在中国目前找到一种新的一种原动力 找到跟我们这个80后90后00后们 相匹配的这么一种观点 包括传播的方式 我觉得今天的咱们文化试点 包括刚才请那个什么唱摇滚 谈雷锋这样的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一直 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 我们要去到 需要找到很多 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些中介的渠道 所以还得更加需要 朱光泽老师 您在创作一些更新颖的 一个讲述雷锋或者唱雷锋的方式 看看有什么方式 能够让我们当下的人更能理解雷锋精神 您再琢磨这事了吗 实际上呢 学雷锋有的时候就是举手之劳 但是你能够每天都去做这件事 难的是 做一件好事容易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这么个意思 你比方说学雷锋 我做买卖的 做买卖的我怎么学雷锋啊 你做买卖的你不卖假货 你不这就学雷锋了吗 你不卖假货 不卖赤品 不意义以赤出好 你这就 对不对 真的 所以这个 说得真好 这个 原来的风呢 说了半天 对我们全中国人民来说 属于一个道德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 最重要的是 对于青少年 在他心目中 有个崇拜的偶像 这样我们能够永远都回望一下 五十年前雷锋的那个年轻的微笑 笑着的那个年轻人的状态 我们找到跟他的共鸣点 对对对 其实刚才中文老师说的那句话特别好 每一个行业的人 征活着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雷锋 都可以学雷锋 再次谢谢各位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一起来回首和分享了雷锋 学习雷锋的感悟 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们的年轻的音乐人 去用他的方式表达 一首跟雷锋日记相关的歌 叫做 唱之山歌给党听 唱之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当地关灯 当地关灯 当来你无尽有母亲只剩了我的手 当地光辉着我心 当地光辉着我心 他们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 面对前途如何做出选择 让我想到了这几个方向 就是他们看到了自己真的能走在这个心 我们也在接触社会 我们也在看世界 面对现实何处安放理想 进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先就业再择业 先生存再生活 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坚持 看未来是彷徨还是笃定 文化试点选择启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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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